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新桑的神州 有个拍档杰斯在旁边的,杰斯你好 大家好,我在热浪中的温哥华 这个星期就开始,是呀,我们就37,38,39左右 但是要强调,因为讲的是整个的大温区 所以要视乎你住哪里,我自己住的地方 其实讲出来就会被香港人笑的 因为我们大概是30,31左右,跟香港是没办法比较 跟我们香港,我们还在浴中的兄弟姐妹都没办法比较 不过就因为我住的地方没有冷气 加拿大其实很多地方都不是 现在才开始这几年会多一点地方有冷气 所以这几天就会比较热一点 还有我开心的,因为我可以继续找回和欲中的兄弟姐妹那种的感觉 希望热浪就快点离开了 不过没有美国那么厉害的 我们始终去年也是这样,今年也是这样 今年就是这样,今年就是美国西岸,比如加州啊 还有三藩市那种,早几天已经去到50几度了 很恐怖的,簡直是呀 所以大家都平安啦 其实在北半球的角位都比较热一点 无论身处哪个地方都比较热一点 就是台湾的温度都35度以上 小毛见大毛,跟你们比较 是,当然我们很想念在欲中各位 尤其是昨天听到余慧明说的亲不信 就是他的律师,石书明读他的亲不信出来 然后看这些法官怎么打断他 就是我会觉得,哇,他根本上 当然他不是求情啦 有什么可以求这帮法官呢? 就是表达一个甚迹 而这件事我想是永远在历史上会记得出来的 那你希望大家尝试 今天香港的法庭只是说 就是今天只是告诉你听 我昨天看余慧明那个都想说两句 就是其实告诉你就是你连在法庭里面 都找不到言论自由 其实很荒谬的 我是不是求情,其实我自己会知道 我是求情或者是陈情 都是我自己才知道 但是法官可以说 我不觉得你在这儿求情 他会停止你 那我觉得就... 就是其实是... 今天香港真的相当之荒谬 但是怎么说也好 荒谬的不是余慧明 余慧明是... 我觉得这么多个的陈情里面 第二个最美的 最...我们觉得最美的 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黄之锋 跟着就是余慧明 我...我...我...我都有...我出来之后 我也有经常探望他 我很清楚他... 就是...这个就是余慧明 他不认罪了 他到今天他都觉得自己是... 就是... 他是在做公义正确的事 那他一直都很坚持 那他那句很重要 就是他说... 他觉得最错的可能就是他很爱香港 那今天我觉得就... 香港整个的社会只是告诉我们 好像余慧明 或者好像47人 我跟桑普都很熟悉他们 很多...很多人 在我们心目中 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很善良 就是我觉得今天香港是...就是告诉我们 总之... 基本上你是一个好人 你有...有...有良知啊 你有公义啊 你就犯罪了 那所以... 47人告诉我就是... 在香港今天 如果你还要留在那里 不要做好人 这个是香港政府告诉我们 释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社会的信息 这个是很严重的 那希望大家就是... 就是... 为他们祈祷啦 为他们祝福啦 那... 而同时我们都要关注国际的新闻 那我想... 这个星期... 国际新闻最重要的就是说... 拜登会不会退选啊? 那拜登会不会退选啊? 那拜登会不会退选这个问题呢? 都是... 受小陈上一段时间 我们上个星期都在讨论中 但是... 越搞呢? 就是... 这个... 我的感觉下 是一个深层政府出动 那... 而整件事呢 就是说... 会不会翻转的可能性呢? 是提高了的 到今天为止呢? 我认为拜登只要他不退的话呢? 基本上没有人可以逼得他退 但是呢? 他那个情况越来越离谱 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 最近那个... 就是... 今天... 今天... 你知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 在介绍乌克兰总统习近司机的时候呢? 竟然说呢... 他是什么?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Putin 撞鬼了! 真是... 就是你看到习近乘庭的时候呢? 你竟然说... 賴清德总统你好 就是一样的 那拜登在11日的 華盛顿的人的 北大西洋公約组织峰会的时候呢? 就是竟然出了这么大的口误 当他发现的时候呢? 发现自己说错的时候呢? 又惊讶地连连喊 President Putin Putin 说了至少两次 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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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回那段影片 相当好笑的 而根据白宫在面书上的影片显示呢? 白宫是关于北弱 对乌克兰的长久支持的影响相当评讯的 想不到影片去到21分钟的地方 演讲到最后的地方了 拜登承诺在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后呢? 西方国家将会提供安全保证的时候呢? 表示现在我们想将他交给乌克兰总统 他有勇气也有决心 吹了介绍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Putin 整个二十几个欧洲领导人 就是恶言 有人开始鼓掌 嚇到呆了 真的 我问你了 一般的人 你看到这样的人 你还在选美国总统 希望连任 这些正常的人都叫他 你收屁啦 你走啦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件事发生到现在 可能有一段短时间 情况有没有急速的發酵呢? 就不知道 但是肯定呢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George Clooney已经出声了 那这个就是 我们知道在这个 叫什么呢? 就是 荷里活集团里面 很重要的人物 George Clooney 据我所知 是可以说是 拜登 在荷里活集团里面的金主 大金主 就是他一个人 可以搭马 搭一大堆那些明星啊 可能胡理事最普 什么什么 都可以把他搭回来 捐钱给拜登的 没有了George Clooney 就很大劑 而且我相信George Clooney 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声音 是代表他很多后面 一直出钱给他 做这个金主那些人的声音 而后面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想而知 而George Clooney 所说的一番说话就是说 喂 你应该走了 我六月见你的时候 都觉得你不行了 你已经不是2010年 2020年的时候的拜登了 你已经完全不行 但是他不会说什么不行 就是不会说死一件事 然后就说 如果我要赢的话 我不会跟拜登一起赢 你在这儿 我一定不会赢 而且你也会输 众议院会输 参议院都会输 玩完了 换人 那你会说换谁呢? 那他就说 有很多可能的事情 比如说 起码说了两个人的名字 Carmen Harris 副总统 另一个就是Michelle Obama 奥巴马的夫人 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George Clooney不是代表他自己了 是代表很多幕后的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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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人全部开始出动了 甚至全出奥巴马 奥巴马都已经开始说默许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 拜登你收档 因为他之前说拜登你要选下去 他只是默许 这些George Clooney或者其他人 开始说这些说话 甚至连Nancy Pelosi 就是这个 前众议院的议长 民主党籍 Nancy Pelosi佩洛西 都开始说 那你是时间要做了决定 那就快点做决定 喂 拜登已经做了决定 Nancy Pelosi 不是到你老人痴呆 是吧? 拜登已经做了决定 说他会选下去 上次我们说 打上去CNN那里 告诉别人知道 你不要再搞住我 你有种挑战我 不要叫我走 我一定会选 除非上帝叫我不选 否则我也会选 那什么叫上帝叫我不选 是不是要我死的意思呢? 就是不知道他说什么 之前ABC的记者 叫做Stevenopolis 就曾经和他访问过 那访问过就是 一直追追这个问题 之后他在纽约街头走的时候 有个图人拍到 錄到音 问他 究竟你觉得拜登是否应该选 他不应该选 他应该退出的 那各方面的消息 通过《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接着有《时代》 《雜誌》等等的人 推出来 显然是有一股势力 在做一个势 而这个势越来越得逞 我就认为 现在拜登所谓 要退选的那个风险 因为他表现越来越不濟 就是其实他不是一次 是三番四次这样讲错话 而这个显示到的是什么呢 不是口似不清 口误的问题那么简单 而是说他认知衰退的能力是加劫的 我没有说他今天是阿之海密症 或者叫老人衰退 或者是柏金逊 我没有说这些东西 但他这些病的前兆是有齊的 就是说他有一个征兆就是说 他这样搞的 是一个老的征兆 而他认不认得四年呢 我可以说我100%认不了 而现在很多的人 包括众议院的众议员 和我记得Vermont的一个参议员 都已经出来了 很多啊 二十几个 早几天就已经有二十几个 Democrats 还有众议院 还有参议员 Chuck Schumer 那些都有 那这些情况 我会觉得很令人觉得 有两个问题问 我都跟阿杰斯讨论一下 你觉得第一 他会不会退选呢? 第二件事就是说 其实背后这股势力 想要达成的是什么的效果? 当然啦 他们想拜登的替换的人 就是譬如是哈里斯副总统 或者是这个Michelle Obama 其中一个选 他赢了这场选举 你觉得这样的搞法 胜算高不高 还有背后究竟是什么的势力 在搞这件事呢? 我心里有点答案 我想 首先我想第一件事就是 去到目前为止 其实是完全 就是拜登的竞选团队 都失去了预算 就是没有预期到辩论之后 会一直 就是这个拜登退选 是延续到今天 大佬 到最初可能预计都是 可能民意那方面可能会输一些的 然后就慢慢再 竞选的工作继续去做 但是现在差不多 好像做不到 因为真的 很过瘾的 在这里其实就是 因为我没有时差 所以每天都看着 我只是看两个台 这段时间 这些过几星期都是 看CNN和看Fox CNN其实是揭丝底里 就是支持拜登的 还会找很多民主党 那些未出声的那些 每天议员出来 就在这里看着死在那里撑 但是 但是 譬如说 他们很多时候 由早到晚 CNN就会不断地 在那里骂特朗普 其实骂来骂去都是那些东西 譬如说特朗普是罪犯 性侵 对歧视女性 什么什么 最说得多就是罪犯 有时候我都觉得 那现在你会不会承认一样东西 如果我认识那些民主党的议员 你会不会承认这一届的竞选 两个总统 一个就是罪犯 一个就是老人痴呆 那你的选择就是在老人痴呆 和罪犯里面做这个选择呢 所以 我觉得很疯狂 那回去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 我觉得 首先 我想最重要 第一个 我想 民主党所有的人 第一个的感觉就是 喂 不输得的 因为输得 就会来一个叫特朗普的 revenge 这个可能会是 譬如在很多问题上 譬如最近特朗普都说了 我可能会拉Facebook 你不认识 真正真很好笑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种不输得的感觉 输了 因为太多东西 也没有办法跟特朗普修补 我想民主黨就是 連計算都談不到的 所以他們會 我想是真的很重視 這次真的輸會死的 見完拜登的辯論 其實是會很擔心的 但是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有什麼人走出來可以有勝算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Kamala Harris 我直接覺得 我是特朗普我會笑到真的睡著覺都會笑醒 Michelle Obama OK 我覺得可能打天才球靠個charisma 然後又兩攻打齊齊出來 那可能是會比Kamala Harris好 但是其實是選擇不多 而且時間其實是相當迫切 所以我會 其實我會覺得就是 怎樣也好 看看怎樣硬頂啊 拜登 其實是頂得很辛苦 但是可能捱過這 再捱多幾個星期 其實可能是會好些的 在9月之前再來的辯論 9月那時候又糟糕了 ABC的那個辯論也都會 在9月會舉行 其實那個將會也是 但是9月呢 就已經8月那個民主黨大會已經結束了 即是說呢 8月決定了誰選嘛 那那個頑固大不大會都不緊要 等他死了 不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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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9月那個 如果你再來多一次disaster的話 11月那個投票就真的很糟糕啊 大哥 對不對 8月如果通過拜登的話 他會輸硬的了 每一次辯論他輸而已 他自己call off自己不舒服可以這樣吧 但是這樣說 也會輸遠了 所以說8月的大會就決定到民主黨 因為現在他7月10多年好了 其實距離8月的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距離一個月 那現在民主黨已經要推後選人出來的了 不是最後的人才推嘛 如果你認為拜登真的不行的 那你應該推另一個出來 但是不要忘記 現在你站出來 我自己屈指可數 大概眾議員 參議員加上都是兩隻手指 兩隻手指數了 十個人左右 那如果十個人站出來肯公開說呼籲換人 這個不是一個impressive的數目 我講真的不是一個impressive的數目 為什麼拜登現在都還沒有下台呢 他的大金主 比如奧巴馬 一個cash cloud 另外克林頓 克林頓是to a lesser extent 一個cash cloud 兩個是重要的人物是拿著裝的 我們一般稱之為這些就是 看不到深層政府的邊緣 就是他們整個後面拿著裝的人的邊緣 好了 這幫人 George Clooney只不過是邊緣的邊緣 毛利史萊普也都是邊緣中的邊緣 就是這幫人在那裡說話 我會發現到什麼呢? 當然是有一個壓力在那裡 但是拜登退選的機會都不是那麼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我不是說特朗普說他都會選的了 我才這麼說 也不是這樣 因為第一件事 真的群起而不乏的 是幾大媒體 華爾街的人還沒有跳出來 但是起碼那些Hollywood的人跳出來 Hollywood 還有比如Disney Plus Netflix 那些老闆 那些東西出來就說了不賺 是的 但是這些是不是影響到他所有的金脈呢? 我覺得未必是 而你說 經過剛剛講的 去NATO峰會到自己家裡 不需要站在地方那裡 就是說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Putin! 那些東西 都說錯話 就是這樣搞法就是發酵程度會更加高 但是問題就是你想一想 如果我是那幫深層政府集團 我要找一個人去替代你 我才能贏得到的 我才好 當然要做民意調查 這個月 7月2日 Ipsos 他們做的民意調查 一攤開來 找其他人選 喂 你找些什麼 Gavin Newsom 他們叫什麼 加州州長 全部都是 搞笑的那些就是 那第二名那個 Kamber Harris 基本上都差了Trump 最新的民意調查都發現 Kamber Harris是輸了Trump 兩個百分點 雖然說是誤差範圍內 但是這個副總統素萊 是得不到民主派 建制派的支持的 很多就算投民主黨的人 寧願投拜登 都不會投給這個Kamber Harris 但是如果你要換人 我覺得只是得賀錦麗的 最好準備的那個 就是民主黨在目前 想想這四年有什麼公職 一聽下去大家都毫無異議的 第一 派區解決俄烏戰爭問題 越解決越和 一直不斷拖這場戰都沒有停過 然後第二件事 怕他解決邊境問題 他做副總統 只是給拜登認定兩件事 第一就是中東 和這個烏克蘭問題 越搞越和 大家知道 第二個就是 Open borders 那麽很多人蜂擁而至 越擁越多 喂 你做兩個最棘手的 拜登叫你做 完全做到火了 那你哪有能力做總統呢? 那其實川普攻擊拜登的東西 同樣攻擊到賀錦麗 所以我想賀錦麗就是哈里斯 這個就是他們的集團 所以就算是哈里斯去對川普 都是落後川普 兩個至三個百分點 你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其實很早的時候 然後都有一個傳聞是這樣的 就是其實 譬如說在很早的時間 已經開始是給多一些工作 給賀錦麗去做 其實就是想去strengthen他 其實他是多 他是比預期一個副總統 要做的多一些 那其實前陣子都有一個傳聞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拜登連任的時候 可能頭兩年就是拜登 然後跟著兩年之後 就馬上被賀錦麗去接任 他用健康理由可以退出等等 其實已經是很混亂了 其實很多民主黨的人 我覺得 我想民主黨的支持者都會這樣看 就是為什麼要搞到這樣的地步呢? 民主黨是不是沒有人呢? 但是其實現在是真的 其實民主黨的人是真的很差勁的 如果你說其實打天才波 無端端這樣 如果真的要換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著 就是佐治古尼和梅麗史翠埔 反正都是天才波 是不是? 荷里活明星 都是天才波 George Coley多帥 是不是? 不過George Coley 可能他做副總統會好一點 我覺得 因為他的戲是沒有什麼賣座的 所以如果坐正的應該是梅麗史翠埔 會是好一點 我覺得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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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佐治古尼他老婆 他老婆呢 就是幫拜登起草那份 叫他去通緝拘捕這個什麼 什麼納坦亞利 就是耐塔尼亞湖 耐塔尼亞湖 耐塔尼亞湖 就是以色列那個 就說你不要再打哈馬斯拉 你不要再打巴勒斯坦 再打的話 我通緝、拘捕、起訴你 阻止你 但是呢 這個George Coley 也是跟他老婆不同的 就是你想一下他就說 但是現在是拜登團隊出來說 是跟George Coley翻了面了 就是他們的解釋就是 為什麼George Coley會出來 就是賭啊 拜登米呢 就是因為 因為他不支持以色列 就是他支持 因為這個 這個George Coley支持巴勒斯坦 所以他們就有這些分歧 所以George Coley才出來 就是唱反調 真的好混亂 兩夫妻都是不同的東西 之後呢 去到跟拜登說的時候 哇 拜登就覺得 我六月中旬還是下旬呢 你才和我做世大會 拉著我的手 說就是Let's go 那些什麼 好了 你去到最後竟然 哇 反轉豬頭 就突然是什麼 事絲有沒有跟我溝通過 突然之間 在報紙上寫一篇文章 11號而已 寫一篇文章說 叫我退選 哇 你什麼鬼啊 大佬 肯定是後面有人 叫先人指導要你這樣做的 你又說 George Coley說 問過奧巴馬 奧巴馬沒有說yes or no 意思就是免許你這樣做 剛剛講過了 那變了就是說有些事情去moving 在做一些事情 好了 我會覺得怎樣呢 你說George Coley 和這個布里斯基里 也不可能 那幫民主黨的政客 我做這麼多年都沒得做 給一個演員 兩個演員做總統副總統 接著我要操縱這兩個演員 很難的 就是這兩個演員口蝕辯給 是不是 這個你就是看到 長久以來民主黨那個 荷里活的因素 但是很多人都不探討那件事 就是 未必會探討那件事 就是荷里活是全世界的電影工場 但是我們 其實我們很多年前 我們在北京飯店 我們上一次選舉都說 就是荷里活的沉淪 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問題是 都要正視 就是今天荷里活的那些明星 是不是就是 他出來說的東西 就是很有代表性 就會是沒有問題 就是我 很多人認識我都知道 我很鄙視香港的那些明星 全部是親建制派 大部分都在娛樂圈 但是喂大哥 我不代表我 我都是很鄙視荷里活的那些明星 因為那些全部呢 左到還有那些腦 全部都還沒關起來的 OK 那所以 就是其實你很失望的 你看到譬如 以前有些美國明星是很正的 很有美國精神的 不過不是這個年代一些 比如一些尊榮那些這樣 那些就真的很愛國 很愛美國 但是就是 今天的荷里活呢 就 會 就是你會打折扣 那還有一件事情 那些活的多份的明星 我會覺得是 Clean Eastwood 就是Clean Eastwood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老派那些 Rusevili 就是Rusevili 其實已經在老人之外 簡單來說 阿滋痕和物證 人家阿滋痕和物證都會適應 都會不做戲啊 大哥 你不是啊 有些人是有先兆 還在那裡死要做總統 或者還有 朗盧烈根迷 就是啦 是不是啊 朗盧烈根是演員 是不是啊 所以 如果我認識George Coley 我會跟George Coley說 Ronald Reagan 都做過總統 不如你出來選吧 現在就 是不是啊 我也是說 一定好啊 沒有所謂啊 你們民主黨有什麼不行啊 真的有什麼不行啊 是不是啊 我會說 講完一句就是 我會覺得最最後 第二個可能性最大 就是No.1的這個 Michelle Obama 就是他是 有Ipsos 7月2號民意調查 就是唯一一個民主黨派系的人 能夠贏到特朗普的 就是這個 Michelle Obama 但是第一 Michelle Obama都很老的 OK 第二樣東西 Michelle Obama 就是黑人女性 當然你可以吸到黑人選票 以為可以move 哇 有些作用啊 甚至沒有說 這個Michelle Obama 50對特朗普41 我就不太相信這個數字的 to be honest 我覺得不太相信這個數字 不過他這麼說 我們就嚴陣以待了 如果這樣搞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今天深層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 奧巴馬和家族 跳出來 揮爛臉 我出來選 那你可以見到 整件事多麼噁心 就是說 今天你前面做起那幫猴子 就是拜登 賀錦黎全部都不行的 拿著後面這幫 真是核心人物的人 跳出來選 就是黑社會 今天呢 就不是找任大華出來 要那個什麼 深圳那個什麼鬼 中國那個公安 出來選這個 雙花紅棍的那個首長 你多麼噁心 就是你已經很噁心的東西 就是你不會這樣做的嘛 多噁心的啊 現在真是已經 是啊 你這樣的搞法呢 會使得你媒體不斷在那裡吹噓你 但是大家一個民眾的智慧眼睛 是雪亮的 你搞什麼鬼 奧巴馬是幾多年前的人 你還找到她的老婆出來選 她的老婆有什麼公職啊 做過什麼州長啊 做過什麼議員啊 她因為是奧巴馬的女人 那還有什麼話事的 又不是奧巴馬咯 對不對 那奧巴馬 就是你今天是馬可斯 有馬可斯夫人 是不是 那你馬可斯夫人 叫美奧出來選 馬可斯不選 那馬可斯不說話事 當然不會這樣了 是不是 那麼奇怪了 就是你不居其位 不謀其正的問題 今天經常笑 拜登 其實是Jill拜登 幫她在說話 喂 第二擺明 奧巴馬 就是這個老婆 在說話 幫深層政府直接插裝 文件 奧巴馬這個先生 幫她這個太太沒有簽就可以了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這樣的話 很奇怪 突破了美國總統 八年的任期 而你不要忘記 為什麼這幫深層政府這麼急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一 是她前面的原因 一旦特朗普當選 特朗普當選 特朗普我再說一次 是不能連任的 四年而已 為什麼呢 美國憲法規定 之前做了四年 之後再做了四年 兩屆 連續與不連續都是兩屆 OK 這個是美國憲法規定 你沒有辦法 除了羅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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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斯福的修憲 就是連任限制 其他的話 連任限制應該修憲出來 就是這樣的 好了 你要尊重你的憲法 特朗普是做了這四年而已 做了四年 然後你依然做民意調查統計 眾議院共和黨 參議院都是共和黨的 跟著你總統也有共和黨 結果就是什麼呢 這四年 民主黨完全輸了 完全輸了 他連大法官 6比36 這個保守派都贏了 他好像爬底 就是換言之 可能會抓他們 他怕 特朗普會報復他們 抓他們 他的所有政策 會完全unwind 之後呢 他整個勢力會 這個左派勢力 開始土崩瓦解 因為他沒有任何權力 去做這件事 連那些電視台呢 你是和政府作對著 基本上開始有些電視台 那些人去鬆鬥 左派媒體去鬆鬥 那這件事就是他最害怕的 完全懂得去想什麼 變成荒謬之地 這個就是他覺得很害怕 而四年他不連任的話 親親做什麼都可以 他沒有連任壓力 我基本上通過任何法例 我不是怕第二次要再選過的 四年之後 哪個選 哪個有能力給哪個選 如果我搞到美國 可以成功的 那之後共和黨繼續選 不斷的連任下去 我搞不成的話 我也是做四年而已 這個就是最難的 你連彈劾他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這幫人害怕 第二件事就是說 我認為我自己的陰謀論 這個是沒有證據顯示 但是我想這個 我是一個common sense 這幫深層政府後面 我覺得是獲得中國共產黨大力加持的 我正想問你 我正想問你這個中國因素的問題 Exactly 這個就是最關鍵的地方 川普沒有跟普京勾結 但是普京心裡面就覺得 川普如果能夠stop 如果做了這個總統的話 他會比較開心一點的 我會覺得是這樣的 我再說一次 川普沒有跟普京勾結的 不要有Russia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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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普京會覺得 你起碼會將我視為第二敵人 俄會戰爭會結束 我死的人少了 大家一起對習近平 那你問普京 我當然會開心一點的 但是站在中共的立場 習近平的立場 當然就是這樣想 喂 拜登呢 都是口衛實不至 很多事情 說就兇狠 做就什麼什麼 那你有他在這裏做 好過沒有他在這裏做 今天你不是拜登 我覺得他有些失智的 這個人說話 忽忽的 你不是拜登普天 會不會一天建議我的時候 玩拜登普天 大佬 那麼想著神經刀就不好了 那麼習近平眼中 都不希望川普做的 川普說明了 100%關稅了 說明了 取消最偉國待遇了 說明了 之後不斷重新 很多團隊都說 重新啟動武漢肺炎調查 雖然他現在還沒說出來 但是他整班團隊都是這樣想的 不得了 那不如一壓下去民主黨 民主黨這個難是負不上壁 剩下關鍵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希望吹谷到一幫深層政府 美國深層政府 可以一起找另一個人出來 那麼算一下的話 至少有Michelle Obama 或者是哈里斯海搞定 為什麼不先試試 試試 於是這幾個星期 把所有的媒體都推出 連George Clooney都做出來 一起 眾星圈話 我們要換人 但是這樣搞下去 如果你是民主黨的人 是跟規矩做事的人 你覺得很荒謬 從未試過你經過初選 去到辯論階段 辯論也沒有人判輸贏的 你只是辯論一次而已 你立刻在這個地方 退台認輸 接著一班的人撲出來 拜登你不要選了 不要選了 這樣說 這件事很奇怪 如果開始先禮的話 以後後患無窮 是不是每一次 電視辯論落後 那些都被人趕走 我補充一句就是 我跟你看法其實就是差不多的 中國因素就是我想 怎麼搞得 首先一件事 拜登兩次選 透過華爾街 就有很多是中國金主 包括阿里巴巴 包括馬雲 這些是從來都知道的 然後 好了 去到這次這件事 你猜共產黨看到 你猜到不伸手進來搞 對他來說 他沒什麼包袱的 OK 搞混他 將一個莊嚴的選舉 搞混他 搞到你最後可能很兒戲 搞到不知所謂 原來美國總統 阿豬阿狗都可以做的 這個共產黨看到都開心 OK 就算搞不到全面 搞半面也好 我把民主黨這邊 真的 不是開玩笑 你拜登做不到 OK 對了 亂來 何錦麗 Michelle Obama 甚至George Coley 梅麗史最寶 OK 起碼你有半邊 民主黨這半邊 是可以搞到這麼噁心的 這個都符合共產黨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 背後沒有共產黨的搞局 就是找鬼信 還有就是 越亂總之越好 這個選舉 總之就是 不要那麼神聖 不要那麼專 不要那麼莊嚴 總之搞到很噁心的 這個就是共產黨最想要的東西 是啊 我覺得搞亂這個 一池春水 於是搞到 你搞不定民主黨和共和黨 你搞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大分裂 然後又要搞民主黨裡面的分裂 一分為二二分為四 是啊 這個共產黨就是正義來做這個方式 這個分化策略的話 記住就是躲在這個深層政府後面的 還有一個呢 它的companion 這個companion的CCP OK 這個companion的CCP 不斷地搞這些事情 當你們很多人 經常不斷要換燈的時候 不要忘記 你要換燈 你的後面的誰得利呢 如果真的換得整個燈 中國都得利的 贏不贏 倒一局 換不到燈 倒得利 搞到你全部的應修性 低了 有時候每個人都說 你拜登說要選的嘛 又選輸 又說President Putin 開紅了你 炸你 玩你 你不選 他就說 喂 你說過你要選到底 除非上帝叫你不選 你才不選的 你說明你打進CNN 就說你們不要挑戰我 你突然之間幾天之後退選 你有沒有搞錯 火都離開 這幾個月你哪有軍威可言 你這樣全世界看著你 伊朗 俄羅斯 日本 台灣 中國 看著你拜登 我過到11月5日 我過到1月20日 1月20日你才走 我怎麼過啊大哥 你說話不算數的 今天說的話就是你一定選下去的 第二天 不知道為什麼 哎呀我身體不舒服 就於是不選了 你怎麼可能這樣啊大哥 我想說 我想說 就是我 我真的很生氣 就是上次的訪問 拜登說 除非上帝叫我不要選 第一 不用上帝都知道 拜登是一個非常不虔誠 虛偽的天主教徒 幾乎是教堂都不會 那 那 我 我最近其實 好一段時間 很喜歡一個 就是 我想說的東西就是 很多人說 喂不要選了拜登 不是不要選了特朗普 他是 他是 獨裁者 他是歧視女性 他是個罪犯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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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選 特朗普還有一件事就是 是代表著 今天這個美國 其實是敗壞到 是需要一些正直的人 去出來去拯救這個美國 OK 美國不是只有名字 美國是有 有些因素是會形成一個美利堅合眾國出來的 在開國的時候 最近我其實很喜歡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我要找一些不是線 或者是正直的人 最近我很喜歡一個 我不知道川普有沒有留意 就是都是很支持特朗普 他都是 他就是眾議院的院長 Mike Johnson 這個就真的是一個很正確的人 雖然他沒有什麼 他距離要選總統 可能實話都沒有一別 OK 但是這個 每次他 你如果在他身上 你就找到 上帝要美國人做些什麼 我只是說一段說話 在他第一次 他就任這個 他接一下McCarthy做眾議院 speaker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 他第一次的speech 是一個很好的speech 大家可以找到 他就這樣說 講上帝 他說我想告訴眾議院這裡所有的同事 我昨晚在這個房間裡 也都是我跟一些共和黨的人 講過的話 他說我不相信在這個事情上面 是有巧合的 我做議長這件事 他說我相信經文 我相信聖經 非常清楚 上帝就是那位升起掌權者的 他升起了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所有人 我相信上帝允許 並命定我們每一個人 在這個特定的時刻出現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的信仰 我相信我們每個人 今天都有巨大的責任 要運用上帝賜予給我們的恩賜 為這個偉大的而非凡的國家 去為人民 去為今天美國人服務 這個是他們值得的 是美國人值得的 上帝呼召國會來確保我們的共和國 繼續作為一個偉大的希望 光明和自由的象徵 這個就是一個迫切需要的世界 那他跟著下去 他也說很多解釋 今天的世界已經敗壞得很厲害 美國是有它存在的價值在這裡 這個是上帝授予給美國人的使命 我告訴你 以上剛才所說的 拜登一無所知 也都一無所明 也都不是這樣的理念 拜登不是一個美國人 今天民主黨有很多人 都不是美國人 只是將美國在 我想在開國的 美國立國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忘記了 所以如果再這樣搞下去的時候 美國就好像香港的名校一樣 今天你讀哪家名校 拉沙拔垂星藥室 有什麼分別 OK 只剩下一個名字 OK 有朝一天 如果再搞下去 美國其實 跟中國可能都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那個重要性 所以 選特朗普 不是只選特朗普一個人 還有整個 就是在目前 我不知道 幾年之後 十年之後 可能不需要共和黨 OK 但是我很肯定今天一件事 就是今天真的很需要共和黨 去抓回這個美國 扭回那個軌道去 這個就是我自己相信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很 我完全同意 就是我記得在這個 最近Mike Johnson 他講過一份 就是最重要的 共和黨的修正的黨綱 以及各方面的東西 和那個對話政策 眾議院對話政策 他講得非常好 告訴你 對不起 我想集聯你多一句 就是 我見過一些很好的人 都是共和黨 一個就是Mike Pompeo 一個就是Mike Johnson 兩個都是Mike OK 就是我覺得這個 Mike Johnson 尤其是現在仲議院的議長 他講到 Chapter 10 那份黨綱裡面 那個報告裡面 應該是一個全面的報告裡面 Chapter 10 是講這個 Peace through strength 以實力謀取和平 講到對中國的政策 應該怎麼去處理 裡面講到很多很清晰的東西 就是說 是的 Mike Johnson很支持特朗普的中國政策 很多人不喜歡特朗普是什麼呢? 覺得他沙塵 招職 大嘴巴 接著開始講 哇 這樣搞法 會打壓異己 各方面的東西 他招職 沙塵 大嘴巴 穿穿工 認厲害 認屎認屁這些 我沒有意義 但是你說他 用這個東西 就是基本上是 要打壓異己 喂他怎麼打壓異己 他那四年有沒有拉過 Elon Musk 有沒有拉過什麼 什麼 朱克伯格 就是這個 朱克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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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拉過他們 大哥 這四年裡面 他是總統權力 說他可以拉他們 沒有拉他們 接著很多事情 你看到他真的沒有對付 沒有用這個司法手段 去對付民主黨的人 反而是別人 用通俄門那方面去對付他 好了 你說他是獨裁者 你說他是Dictator 這些拜登 奧巴馬一致的 這些說法 基本上是抹黑別人 接著用這個地方 將深層政府起身 因為這個深層政府 單轉押在民主黨那裡 這個是深層政府的敗壞 因為他覺得這樣才是 能夠有左膠的氣氛出來 跟中國可以做生意 好了結果什麼呢 到了今時今日 民眾開始看穿了 你經濟治下不行 Open borders Inflation 教育又不行 所以想投另一個人 而另一個人提供的藥方 正正就是他執政那四年用的藥方 當時是沒有事的 Inflation在2021年1月之後 拜登的執政暴升 最近有一點點回落 但基本上沒有跌回到以前21年的位 所以我說了 大家眼睛是雪亮的 不會被你花言巧語所蒙騙的 我就說了 如果CCP中共 後面也都配合深層政府的 搞亂了 不斷挑撥離家的事情的話 在後面做很多的工作的話 分分鐘很有可能 那面對這些事情要怎麼看呢 不是說大家不要吵 不要亂 大家擺和頭走 大家一起開心吃飯就搞定 沒有用這些的 搞 真真正正的事情 在理念上面搞清楚 哪個是真哪個是假的 剛剛講得很清楚的 Mike Johnson Mike Pompeo 我會被迫的 特朗普我其實更加被迫 因為為什麼呢 沒有特朗普 蓬佩奧是做不到國務卿的 我同意 不是 特朗普就是一個懂得用人的老闆 OK 這個已經是最重要的 你看看 我前幾天看完佛羅里達的造勢 還有一些 還有我們香港的好朋友 Marco Rubio 那天站上台說 特朗普 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 在共和黨是有很多很正直 和很緊握著去保障美國價值的人 OK 我想說那次Mike Johnson的 speech 特別強調一件事 美國人今天我們要有七種 七種 CORVAC的principle 這個是天主恩賜給美國人的 包括就是個人的自由 一個有限的政府 法治 強權的和平 還有這個就是財政的責任 自由的市場 還有人的尊嚴 這七樣東西 他叫共和黨的同僚 還有在眾議院裡面 兩個黨派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美國人 希望他們不要忘記 他說今天的世界已經敗壞到一個chaos 一個混亂 他說但是 他說今天非常危險的時刻 世界混亂不安的時候 我們美國人 就是 那個世界 其實想我們美國人做什麼 就是要我們今天繼續堅強 堅強下去 因為這個世界是需要美國 去記住 而 rather than忘記 我們的信仰 我們這個國是怎樣立出來的 這些民主黨全部忘記了 全部只有這些 是的 真的很棒 Mike Johnson 我覺得最重要的分別就是 要追求人的法律 或是神的法律 剛剛講這幾樣東西就是 在宗教改革後 在宗教改革之後 我想這個改革不只是影響到基督教 還影響到天主教本身的改革 這個影響就是說 使得尊重這些核心價值 這個就是基督宗教 在宗教改革 無論你相信是基督宗教改革 或者是基督宗教改革 就是核心價值就是剛剛講的 不同的基督宗教的宗派 基本上八九不離十 都是圍繞著這一點的 換言之就是說 你沒有尊重這些核心價值 不重視人的尊嚴 不重視人與神的關係就是人權 不重視你很多的自由市場 私有產權 剛剛你說的 以實力謀取和平 對家庭的重視 對國家的重視 不要搞無政府主義 不要搞馬克思主義 不要搞你自己的美麗新世界的夢想 以為這樣去取代上帝的信仰 這些東西 就是現在很多左膠 利用種族、性別、環保 三樣東西去替代什麼 對家庭的階級成為鬥爭的動員 馬克思主義是在還運 這是美國馬克思主義 這一點不只是Mark Levin說 以前有個法國的左膠的哲學家 後現代的思想家 這個Michelle Foucault 就說 呼籲大家 用種族、性別、環保 作為替代階級的鬥爭工具 你看看 美國現在搞到這樣 就是這樣搞出來的 是啊 什麼叫做變性 小孩子可以變性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綠能要100%取代 所傷的煤能 那方面的東西 不搞多元能源 它搞多元能源 就是要防止 它目的就是說 最後大家 就是在山上飲水 好像林超英那樣 不要開冷氣 做一些這樣的呼籲 這些這樣的做法 各位 你要知道它是完全違反common sense的 而它就是衝擊我們的common sense 我們對於世界事物的看法 上帝呼籲我們人類 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每個人 有一個common sense的機制 OK 而且有一個邏輯的思考能力 和對於新的事物 好奇心 對於好的價值 新的事物 恩善的能力 而這些東西 為什麼不好運用呢 就是權力需要制衡 這個很重要 你問我 我都不想單一個共和黨 獨大 霸佔總統 這個副總統 參議院、眾議院 我都不想這樣的 但是 今時今日 去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這個就是唯一一個結局 我們需要去四年時間 要深層條理 否則的話怎麼搞呢 你去到最後的位子 如果民主黨 我希望兩個黨會有競爭的 就是我希望這樣 因為左右派 競爭我不是想消滅左派 沒有可能 因為人的罪性就會這樣的 就是你一定會有些人會覺得 要全部用自己抽空的鬥爭的理想 去取代了一些對事物的基本的看法 但是剛剛講Mike Johnson這七點 其實軟綿綿 沒有什麼銷的能力 但是它是共因素 這個如果沒有這七個最重要的環節 那你怎麼搞呢 你可以有很多人支持同分 那你可以有自己的言論自由 也可以立法透過民主的制度去做這件事 我不反對 雖然我不是pro這件事 但是我不是con這件事 就是說你同分 我要打死你 我不會這樣的 我現在非常尊重幾個 好幾個 好的同性戀者的朋友 我覺得絕對沒有問題 這個不是覺得是一個罪 絕對不是 但是你搞到 小孩子 你變性 你是隨時可以挑戰父母的 老師說你可以變性 你就可以變性了 八歲 變性了 是不是這樣呢 各位 你去到這樣的情況 幾十種 六十幾種勝變 給你選 神經病 我會覺得這個 跟人的本性完全是違反的 我會覺得它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而我認為左派當權 尤其是Kamber Harris 比Charles Obama 會比拜登更阻 我先不要說老人痴呆的部分 政策的部分會比他們更阻 是更危險的 我的呼籲更加就是 他們會更加和中國 表面上對抗 實際上更友好 習近平更開心 而川普當政 不是經常說 川普當政 又背後和中國做一大堆生意 那我請問這些人 哪一宗生意 和誰做 是不是 今時今日 2024年 你不要跟我說陳年往事 Kushner那些 那些已經是八年前的事情了 我講今時今日 他怎樣和中國做什麼的生意 請舉出來 Mike Pompeo和中國做什麼生意 Mike Johnson和中國做什麼生意 逐個說出來 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你要講的話 早就已經挖出來講了 對不對 所以去到很多的地方 就是不是 Russia、Russia、Russia 也不是China、China、China 今時今日真是 華爾街集團 深層政府 荷里活 直弓 這些基本的集團 好像說 想扔拜登下台 其實是在搞一種分化和鬥爭 而這件事 CCP是很喜歡做的 美國不太想 我最擔心就是 就是說 11月5日當選之後 去到1月20日 就職這段期間 如果大家對於選舉結果 太緊 有爭議 OK 這個問題就會出現很大 我想 如果左派輸了 左派那幫人搞Riot的機會 我是不能夠 就是看小的機會 右派你想一下 頂多不是國會山莊事件 2020年的情況 已經完了 但是這個情況 你說傷害是不是大 不是左派誇張得這麼大 因為大家對選舉結果 和整個人氣規則有爭議 今時今日 如果只是左派輸了 當然輸了 輸了一個搖擺州 嘩 你現在reclimb的風潮 不得了 你知道美國選舉制度 多麼混亂的 又有財政策 各方面的事情 嘩 纏繞多久 可能1月20日都還沒搞得到 我最怕是這樣 而這樣的情況之下 慘慘了 你說中國會不會有野心 俄羅斯會不會有野心 繼續搞這搞路呢 我隨時會覺得的 就算今天 拜登經常說 對著習近平說 有中共在說 川普通的時候 我也怕這件事 就是這樣事 這件事是美國的積弱導致感 你說美國不是整個國家 嘩的聲音也掉下去 不是 但在拜登之下 真是弱了 好像很高的山 跌了幾千公斤一樣 但是他在說 最近 最近Mike Johnson在國會 就是剛剛這幾天發表那個 就是對華政策那個 眾議院未來對華政策 他講得很重要 这个是很少有美国人有说过 他很清楚说明有一个邪恶的軸心 这个邪恶的軸心里面领导的就是中国 这个是很少美国人会说的 因为大部分的头号敌人都是俄罗斯人 都是俄罗斯这个国家 但是Mike Johnson是说的很清楚 未来他们是会领导众议院 是继续透过立法去去 继续去拒绝中国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为什么会突然间 其实我们都没有准备去提这个人 但是我是很感动的 所以上次我真的很生气 就是说不要动下拿上帝搬上帝出来说 就是Mike Johnson在第一次在众议院的first speech 他参了结尾的时候他就是说的 刚才苏安部这里提到的 提到一些的就是说他提回美国人 他说你们究竟知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那当然了如果你讲理论 讲几个钟头也讲不完吧 但是Mike Johnson说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共产主义和马斯主义都是不信上帝的 所以他最后end up the speech 还有什么 他提回所有美国人 包括在众议院里面的同僚 我们in God we trust 这四个字啊 多重要啊 ok 如果我有机会跟拜登说的就是 我想告诉你上帝从来不会给你个声音 叫你不要去选的 ok 上帝从来都是给个自由我们去做决定的 但是拜登就好像今天 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 包括习近平啦 包括我们的特首李家超啦 包括PK强啦 这些人都是 他们是自己选择了去躲在黑暗里面 不敢走去面对的光明啦 ok 上帝是不会给个命令你 叫你选还是不选的 拜登 ok 你真是一个Catholic的恥辱来的 是啊 即是他讲到说 上帝叫我选不选我就不选啦 喂 无妄夫主之名啊 十戒啊大哥 喂 你不可以乱那么大 上帝就躲出来嘛 是啊 上帝叫我这么做的 上帝叫我这么做 上帝在基督宗教里面 每个人要自我负责的 我们有自由 自由的反面就是要负责 就是我们要为我们行使的自由 去负责任 这个是最核心的精神了 是的 当然刚刚杰斯讲到一点就是 Mike Johnson 点到中国是整个世界 包括美国作来最大的挑战者 威胁者 最大的对美国的威胁 其实无独有偶 NATO北约峰会 其实已经是7月9日开始了 7月10日 32个国家都齐集在DC 发表了联合声明 就重新支持乌克兰 建立击败俄罗斯的军力 因为现在美国就很需要这件事 因为拜登政府就觉得 要帮助乌克兰去打败俄罗斯 但是说这么久 都是给一些低级武器给乌克兰 那这些东西讲一套 做就另一套 并且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 指控中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 关键支持者 这件事早已经有证据了 我经常说 如果中共一闪水喉 一闪灯 不给钱给俄罗斯 不给资源给俄罗斯 石油、军火的原料、钱 俄乌战争立刻停 虽然中国的目的是 要做专制集团的老大 而它慢慢已经得到这个结果 已经得到了这个结果 而美国和北约的军队 它不断烧银子 不断烧精神 烧人力、物力时间 俄罗斯有没有重创呢? 它死了多少个人 对它来说只是一个数字 是有很多人死的 所以十万计 甚至没有呢 十万计的人死了 过万的人死了 肯定有俄罗斯的士兵 死了这么多的乌克兰赢 无辜的乌克兰赢 但是想想 这个搞肉机 很多台湾不知所谓的人 都觉得 今天乌克兰 明天是台湾 所以一定要保护乌克兰 一定要防卫乌克兰 这个并没有唇望此寒的道理 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和中国攻击台湾 地缘政治相差十万九千里 而且不会因为俄罗斯攻击乌克兰 现在的情况 习近平会打台湾 没关系 所以我就说 去到今时今日 台湾也是比乌克兰 法治程度高很多 地缘政治也对美国 和全世界国家高很多 所以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言 这个NATO北约10号的宣言就是说 中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关键支持者 加剧俄罗斯对轮廓的威胁 呼吁中国立即停止支援 俄罗斯战争物资和政治支持 这一点就是说 它会在德国、美国 会在2026年起 2026年已经在侵略的年代了 在德国部署这个软程 飞弹系统 包括一大堆的东西 另外北约宣布再提供 四百亿欧元 四百亿欧元 我只是想说一件事 北约提供 这个说真的 美国提供多少 大部分 四百亿欧元 大部分 那你想一想 今时今日 美国已经提供了三千亿美金的钱 而欧盟只是提供一千亿 三比一的比例 那我只是问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麽不要求其他国家 给多些钱 继续供钱 那帮国家三十二个契弟 希望跟你 Yes You're a big brother 付钱 那当然是付钱 付钱贴我大床 帮我去打仗 OK的 没问题 多少贪污游水的机会 你付钱 我OK的 你不付钱 因为特朗普 就是跟你拗 拗到这样 自己实力又不够美国打了 死死地气 都要妥协的 是吧 所以我就说 不是说特朗普当权 这个所谓的国际联盟 美国的自由民主典联盟 会破局 会分离 接着拜登就会在一起 其实不是 一个是做一个 一个是黑衣的老大 一个是很恶棍的 要你们全部和我 equals 付责任的一个联盟 基本上都是成为联盟 只不过是说 很多国家要pay their part 他们的部分 应该给他们 应该有的东西 那好了 美军在波兰北部 一座新型防空基地 准备走水 波兰是给足3%的 OK 波兰是复充它自己的情况的 新欧洲 尤其是那些立陶宛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捷克波兰 这些 给回它的地方的 是那些德国 法国 英国 还慢慢 还说 看下年才是2.5% 那这些还没给回它自己的部分 所以我就说 谁在打仗 谁不打仗 还很清楚 还有英国新任的工党首相 他飞去美国 Kia Starmer 他也说清楚 很清楚 会重新去审视对中国的政策 他认为 他的新的外交部长 叫拉米 就是一个黑人 他就说 3C compete 竞争 然后 要挑战 挑战 和要合作 合作 合作 聽住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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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对英国 如何搞一大堆事情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寄望 没有寄望 我只是觉得对英国政府没有什么寄望 对工党 对工党没有寄望 工党你今天都说要重新检讨 对华政策 你没有搞错啊 大哥 检讨这么厉害以来 你都没有检讨过 你不是一想任 你就要做事了吗 还要开会 还要调合大家的意见 不是一早已经做了吗 各位工党呢 我不会对工党会有很大的寄望 好了 接着法国现在呢 就更加 选完他之后呢 今天原始国会 就越走越左了 马克龙呢 都会受到这个 左派的联盟所要挟 德国呢 又是一个呢 左派的总理 所以英法、德三国呢 都是左傾的 OK 意大利比较右傾一些 但是欧洲的右傾 基本上都是左中之右翼的 但是意大利又没有什么power 就是波兰等国家站得很硬 就是这个新欧洲、东欧 当然啦 地缘问题 完全变成这样的情况 到了美国 那11月的选举就是关键了 北约这条路线 我认为是跨党派的路线 但是 但是 都是知中国最大的威胁 但是 港元之后 哪个港元也都会做的呢 有些事情做是不需要说的 但是我会发觉 我看2006年到2010年 和2010年到2014年 我比较川普和拜登 共和党和民主党 本身他执政 对于中国的体验 我觉得拜登 我觉得习近平和普京 是怕无定向风的这个侵侵 当然啦 当然啦 我想补充 我想补充两三点 很快的 第一 这次北约 是将中国定为俄乌战争的Decisive Enabler 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东西 因为 出了一份华盛顿书言 38段 其实里面很详细说到中国的邪恶 那这个是32个国家 今次北约 再包括特别嘉宾的南韩 日本、澳洲、纽西兰 都同意这一份宣言 那这个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东西 那我这一两天呢 我又看CNN CNN是这样说的 真的说完 桑普都会生气的 他就说 这个是美国拜登的功劳 因为拜登最近很多事情不行 那立刻就弄回 立刻要找些冲起一下 因为这次75周年的峰会 在美国华盛顿开 所以他就做东 那然后呢 CNN的说法就是这样的 你看看拜登多劲 他叫得了所有人呢 就去出这份共同宣言 那样 但是我很想提两样东西 第一 喂 我想给的credit 给两个人而已 第一个credit 我会先给习近平 OK 真是没有人比习近平 是可以令到今天整个自由世界 但是在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之下 将中国定为一个世界公敌 OK 这个 喂 什么时候轮到你拜登在这儿 认屎认屁 第二个credit 我会给的就是特朗普 你看看这次75周年峰会 有两个最重要的事情谈了 第一个就是将中国定为世界公敌 喂 我想说 大家是不是忘记了呢 我想我和桑普就没有忘记 中国威胁在特朗普年代 蓬佩奥说得最多的了 OK 喂 你当年啊 默克尔那个年代主导的北约 还在说 头号敌人是俄罗斯 中国是一个遥远的威胁 不关我们北约事 喂 我想说其实没有 这些东西是特朗普年代一直酝酿下来的 包括还有今次都说了 今次呢 北约秘书长 Stolenberg 他已经出来说了 喂今时今日 多了很多 我们多了很多成员 给那个 GDP2%的军费 喂 这个credit你又给拜登 走一遍 喂 这个是特朗普 说得最多的 OK 那如果 你极其量 只是说 喂 拜登只是在延续 就是特朗普的施政 如果你拜登是这么不妥 特朗普 你只能做 就是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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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赖清德金在执行着 可能是蔡英文的 政策而已 喂 大哥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两个credit 第一个是给习近平 第二个是给特朗普 你拜登真的走在一边 关你鬼事 你继续老人痴呆啊 大哥 但是我觉得 今次这个 这个宣言呢 是很标志性的 因为整个北约呢 是真的已经 起码给到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一个信息就是 我真的忍救你啊 大哥 不要再搞下去 我即将他的手插到印太那里 那当然啦 当然啦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这班人 欧洲风格 说了究竟可以做多少呢 那就真是留待下回分解了 很多时候说了究竟做到有多少 你现在很简单 你全力支持 现在大家在那个华盛顿宣言里 很大的篇幅是在说俄乌 然后最后这32个国家都说明 我们是全力支持这个乌克兰的 OK 那好了 你支持乌克兰的话 如果中国是Decisive and Beable 你怎样动它呢 这个就是个后话 还有我想再对不起 我想再说一件事就是 我想再提醒大家 就是桑普经常看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换了个美国总统 解决俄乌战争的手法 是相当不同的 我支持桑普的看法的 就是你继续大家32个国家出来 总之你顶着它 我们无限水后back up你 跟扎连斯基说 OK 这个不是解决的方法 你说如果我32个国家 北约为首我支持你 OK 我帮你打爆它 那又另作别论 OK 但是今天不是这个 今天是大家为我支持你 但是我支持你什么呢 叫你支持你继续在这里 我就给钱给军方 这是一个无止境的战争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 特朗普应该有第二 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出来 他说过的 所以我觉得让他做吧 让他试试给大家看 究竟他怎样去停止这场战争 如果在拜登手上 有牌子 OK 我不看到拜登是有 有 有 停止这场战争的 的 动机 存在了 那 特朗普他都说过 11月5日至1月20日之后 他会停止这场战争 基本上他还没上任 他都有办法 开展有关的工作 去停止这场战争 还有 记住Mike Johnson 他演讲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番话 这个跟特朗普和以前第七任总统 很久以前的 President Jackson 傑克逊 不是Jefferson 是傑克逊 傑克逊 不是傑克逊 傑克逊 他讲的想法很类似 就是什么呢 美国不做世界警察 我们不是 是Mike Johnson也在讲 我们是realist OK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 我们不是理想主义者 我们是解决实际问题的 不在那好高无怨搞一些人类 是美丽新世界的 还有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不是做世界警察 我们不是干预主义者 我们不是interventionist 我们也不是孤立主义者 Isolationist 这些就是很多的人 看新闻搞不清楚的东西 他觉得右派的东西就是孤立主义 门楼宣言 门楼的这个道理 门楼的 就是当时要closed door 就是基本上美国 但是孤立主义 这些事情 其实绝对没有 你想想 如果孤立主义 他为什么要和习近平见面呢 为什么要和金正恩见面呢 为什么要打Isis呢 是不是 这些不是孤立主义的 但是美国只是打一些 和美国利益核心 国家利益有关的战争 而没有任何的责任和地位 去做世界警察 因为你一旦做世界警察 结果就是说世界会乱 还有呢 你会花很多的人力、物力、时间 金钱、精力、风险在里面 在启发更多的大战 当时小布殊、大布殊 大布殊是波斯湾战争 小布殊 就是老布殊是波斯湾战争 小布殊是搞什么呢 搞这个中东 说萨达姆你有这个 大杀伤力武器 那发现是没有的嘛 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不义的战争 因为你去到最后 葛庸爺和你呢 十万九千里远 我认为呢 911堆倒的时候叫做什么呢 基地组织啊 那时候叫做什么 Bin Laden 因为你是美国人的兇手嘛 一定堆倒你 就像是Isis 你搞那么多美国人 一定堆倒你 但是萨达姆不好意思 这件事你真是撩到人家了 撩死人家 譬如卡达菲那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你撩死人家 那美国是不是要介入这些这样的东西 是的他们是坏人 那你要世界警察打他们 打死他们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 为什么不打死普京呢 打死习近平 你找一些二线的三线来欺 然后大粒那些欺笑 你为什么呢 变成了整件事就很不平 而且这件事你没有这样的时间 人力 物力 财力去做这件事的 你就是drain your budget 去做这件事的 没可能 所以打一些 真是跟美国相关的战争 什么跟美国相关的战争 台海战争就是跟美国相关的战争 我最近跟一个美国人 他刚刚来这个地方访问 他的太太就是我很熟悉的一个人 他来这个访问 他住在亚利桑那 他都会投川普的 他跟他说一件事 北约是不断往东国 这个是事实 这个是普京没有开玩笑的 因为以前北约去到波兰 现在去到 爱沙尼亚这样的东西 你站在俄罗斯 就是为苏联和俄罗斯的立场来看 你会怎么看 你就是侵犯塔普一直这样杀过来 这个是自然反应 我不会觉得这个是错的反应 他打人来乌克兰是不对的 但是他自然反应 所以他一定要什么 出海口 就是俄罗斯历史上 都讲给大家知道这件事 多次 2024年打川普 打川普就是示威给你看 你不要再踩过来了 乌克兰我不打你 但是你不要再踩过来了 接着发觉到 那扎连斯基就变成亲美 接着觉得很久不住了 接着打人 打人当然不对 但是 你不断地压迫他 不断地向东扩 结果人家就会打 你其实 你要记住 俄罗斯是不是值得你单挑的对象 有时候很多人 你会知道 我们在留言里 很多人都会骂傑斯 骂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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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跟他打不战呢 不需要的嘛 OK 我们看回 俄罗斯这个人是坏的 他是专制独裁 麦当努开几间 已经切了 但是 你是不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呢 不是 你最大的敌人是谁 是习近平施斬篇的嘛 刚刚读了《北洋》给大家听 是吧 Mike Johnson也说过 为什么不全力对付一个最大的敌人呢 不是因为我受中共害 于是乎我这么看 我是从一个抛开我自己 看美国和全世界的架构来看 事实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政权就是美国和自由世界最大的敌人 那你根本上你给他坐山观虎斗 接着给他买一大堆东西给俄罗斯 这场战争由始至终都是荒谬的 就是我觉得由始至终 你打到差不多 我经常说你是速箭速决 这就快点收皮 那现在你速箭速决不了的嘛 你要打炒俄罗斯的嘛 你是不是想这样打呢 美国是不是做世界警察先 共和党说不要 于是他就说 我是点到即止终结这场战争 你敢打的我打你 川普说的他说的 拜登没说过的 如果中国敢打台湾 炸我这里 我一定 砰备军 OK 一定砰备军 那你嚇到你了 BOMB 不是帮 不是帮 是帮 是帮 帮 BOMB 英文 香港人最低来说 BOMB 就是轟炸北京 不是帮北京 我一定帮你北京 是这样的 真的做得出的 因為我告訴你 任何的台戰爭 一定是美中全面戰爭 Total War 好無疑問的 因為你不全面戰爭 你一定輸定了 全面戰爭 美國就贏定了 Why not try it? 你試一下這樣做 結果就會非常悲慘 所以我說到今天我會看到 在整個局勢來說 美國需要加油 而美國加油的關鍵是希望 川普和共和黨重新執政這四年 搞好一些事情 再開始一個左右競爭的共變 我覺得是健康的 但是我認為這幾年 美國越搞越偏 是因為有很多的不肖人士 去做這件事 收入很多的一些問題 我都寄望之後 很多的列痕可以修補 因為其實左右派的分歧 有一個基本共識 就是剛剛Mike Johnson說的5點 那個7點 這個是最基本的共識 如果你基本上破壞了這個共識 這個我覺得是Christianity的基礎的話 In God We Trust的基礎的話 那些事情就會地動生業的了 會動的了 是啊 將美國希望可以交給一些真正的美國人 就繼續完結這一節 我都很想再說Mike Johnson的一句說話 他說一個強大的美國 對整個世界是有好處的 我們是一個自由的燈塔 我們必須要保護這個自我自理的一個宏偉的實驗 這個是主因賜給我們的一個實驗 這個就是美國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好啦 我們這一節就很長了 那就休息一會 回來就回到傑斯頻道的桑海辰州 那不要說美國了 說這個敗壞的中國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 所以繼續有第二節 傑斯頻道第二節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